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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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惊吓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但是看见他这个样子 也有些恼 张小姐真的不需要你亲自给我炖鸡汤了 这还是惊吓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搏了张清婉的面子 他一时间有些下不来台 面上的表情却更加地委屈 一旁众人的窃窃私语不时地钻进几个人的耳朵 这鸡汤送错了人吧 对啊 看昨天陆少来的时候 他那股殷勤劲 不知道的还以为陆少是来看他的呢 真不要脸 张清婉拿着保温胡的手渐渐地发白 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倒是惊吓神色渐冷 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打亮着眼前的人 不算顶漂亮 不过没眼间那骨子楚楚可怜的劲 是个男人都会心疼的吧 惊吓回想了一下 他这几日给自己送鸡汤的时候 一口一个陆总说 此时惊吓真像抽自己一个巴掌 果真是一月傻三年 不过此时不是翻脸的时候 刚想让小助理接过东西 从后边伸出一只手 快他一步接了过去 张小姐 我替少爷谢谢您这些天对少夫人的关心 见识层服跟他说话 张清婉红着脸 嗡了一声 又对金夏说了一句 金夏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也别听他们瞎说 我跟陆总之间真的没什么 金夏没理他 张清婉神色落寞的离开了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上午的戏份结束之后 金夏气哼哼的带着小助理和陈福回到车上 陈福 你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家老大让你接的 金夏气势汹汹的质问陈福 陈福福额 得 这位姑奶奶又不讲理了 嫂子 你要这么去老大面前说 你以后就看不见我了 叹了口气 小西胖这么多 我怀疑这里有催胖的东西 你说什么 金夏和小助理一口同声的说道 陈福一阵头疼 急忙去关上门 做了一个晋升的动作 两位姑奶奶 小点声 我这不是怀疑吗 再说了 我们没有证据 也许是我想多了 小西发胖只是她一胖体质 你才一胖呢 小助理炸毛了 绝对不可能 我前几天都瘦了 所以 陈福耸耸间叮嘱两个人 我将这个拿去化验一下 小西 保险起见 明天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去陆家的医院 我帮你安排 金夏在一边自告奋勇地说道 我跟导演请假 咱们上午就去 可以说陪我去产检 陈福沉吟了一下 点点头 可以 不过要告诉老大一声 否则 他真的害怕陆毅找他算账啊 这个你不用管了 我自己跟他说 金夏跟导演请了假 第二日直接带着小助理去了医院 片场 张青晚倒是早早就来了 不过没有见到金夏 本来今天他们有对手戏 张青晚饰演的女二号 是男主的青梅竹马 高大男主被女主抓到 今天就要拍两个人对峙的戏份 眼神一转 去了导演那里 这部戏本来就是金夏 他们公司投资拍的 导演对张青晚态度也不错 要说这个导演也是个妙人 对于张青晚和金夏的恩恩怨怨 他就当没看见一样 此时见他过来问金夏的行踪 这也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事情 当下就说了金夏请假了 本来张青晚还想找金夏对戏 这么一来戏对不成了 不过也不要紧 就在金夏带着小助理两个人 进医院的时候 网上爆出了一张照片 身材高大的男人身边跟着一个窈窕女郎 女人偏头不知道跟男人说什么 男人表情没有拍到 不过女人倒是仰着头满脸娇羞地看着男人 这张照片一经爆出 被各大营销号疯狂转发 各种惊悚的标题层出不穷 什么陆氏总裁出轨18线明星花瓶影后沦为弃妇 之后更是有网友爆料 在陆家医院门口 偶遇金夏一个人带着小助理去做产检 神色憔悴 这两张照片很快就冲上了热搜 这一切金夏还不知道 此时他正陪着小助理检查身体呢 因为有金夏在 他们两个人进了医院就被安排专人接走了 因此没有记者拍到 倒是陆氏被一群记者围了起来 甚至有记者从地下车库的电梯 要偷偷摸摸地上陆一的办公室 看到照片 陆一想起昨天晚上金夏的电话 一阵头疼 这人怎么怀了孕也不消停 他真的而不该一时心软 就让他去拍戏